大家好,我是更新就涨粉的考古 上期这个预告片本来我是不大想理的 但是它是9月3号上映的 我9月3号生日,那就得拔一拔了 看看生日是天堵还是开心 首先之前做了迪士尼花木兰的预告片解析 预见到了它的问题 布伦布雷的中国元素让人出戏 当时我被人骂 原因是唱随他们心目中的木兰 然后片子上映以后果然和我说的一样 但是我觉得故事现在讲的还不错 木兰的成长线拍的还是不错的 做的视频也被骂 其实预告片很好预判 你看到导演不管3721的把福建土楼 拍成美式小区 木兰加一个美式开放性厨房 你就知道导演是在用 这些有特点的视觉元素 去讲自己的故事 没有想还原历史 导演之前拍出好片 小小安妮就非常不错的 讲女性成长的电影 所以就可以笃定 故事应该还行 但是你得不停的把 让你出戏的假的中国元素过滤掉 而上期如果导演脑回路正常 应该可以避免掉这些问题 如果你是老粉就知道 考古之前分析过 龙中虎斗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套路被沿用到 现在老美拍公务片 就那几个脚本结构 而且预告片透露出的信息 很可能本篇也套用 这个孤岛功夫比武大会模式 这就规避掉了 对不熟悉的中国元素处理 这里我们把预告片的片段整理一下 首先梁朝伟扮演的文武 和自己的师兄弟们 在古代战争中发现了 十戒和十戒的主人龙祖 我们看到了预告片里 他一直带着十戒 原来是龙祖飞船的力量 来源类似五线宝石 文武以前也一直受人爱戴 和自己的兄弟们创立了十戒帮 但是贪婪让他面目全非 干掉了兄弟们 一直从古代长生到现在 之后有了现在的儿子尚弃 尚弃原来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 刻苦训练 接着文武派他执行暗杀任务 尚弃这才发现 父亲是个狠人 于是逃到了漂亮国 干起了各种工作 当个普通人 喜怒哀乐为了小飞开心 也悄悄地行下仗义 电影需要共情嘛 估计这段戏 文武找到了他 让他回到岛上参加比武弹会 胜利者将得到十戒 或者更好的奖励 正义的一方也请上汽去做内应 搞调查 文武老谋深算 可能是想趁此机会收拾掉 当年创立十戒帮的那些兄弟们的弟子们 铲除内部间隙 可能有上汽的师姐 其他门派的人 关系可能类似五约剑派 华山派和宋神派的关系 上汽的妈也有可能出场 接着上汽打赢几场比武 探一下孤岛 了解十戒的秘密 我们的黑暗生意 最后来场全岛大决战 上汽拿到了十戒 打败了父亲 完美 这样拍可以规避掉 让一个非华裔导演 非得去拍中国元素 像木兰那样翻车 所以这部电影 你不用为了讨好中国观众而讨好 直接就好好的拍美国的华裔就行了 我们可以欣赏好的电影 这样就不会出现木兰那样的事情 但是让我担心的是 这个功夫场面 你回想一下 你看过的功夫片 有哪个反派或者正派 摆这种禁止pose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是这种 猙獰恶狠狠 小傲娇的表情 出现这个基本上就是 网大或者没经验 滴水准的标配 我们每一招都是美的 我担心的是导演拍不好动作片 就算顶级团队给你设计好动作 你导演镜头剪辑 这些还是导演决定的 感觉有些不靠谱 担心是担心这些 所以这部电影 好好拍亚裔 好好拍公共片 别拍想象中的中国 这片子就没啥问题 但反之很可能是漫威 第一部翻车的电影 此外个人觉得上期 很可能和蜘蛛侠联斗 反正好还是不好 我到时候都会去看的 如果他真的拍的 Bulloom Blade 到时候真的要做视频 讲解澄清的 我们这种没有话语权的 误会吃亏的太多了 到时候大家祝我生日快乐吧 喜欢本视频 请三连点个赞 关注我 即时看更新 我是考古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